帛琉旅遊泡泡去年八月中重啟 但現在卻爆出Omihon攻陷帛琉 今年一月境外移入一百八十九例 本土九例 光是一週就有一百五十七人確診 但台北旅遊泡泡入境旅客 只需要入境PCR 和第五天自行到醫院篩檢 不過免隔離 五天加強自主健康管理 和九天自主管理 令專家憂心恐怕成為疫情大破口 有旅客投訴 政府未揭露帛琉疫情 向旅先生要求退費 竟無法全額退款 不能拿國人健康開玩笑 感覺犧牲國人的健康 去討好友邦 回國之後是不是還是適合五加九 我覺得應該還是要 至少要以七加七的方式 去做相關的隔離 根據觀光局統計 一月一號至今 從帛琉入境的旅客已有四十八人 而華航飛往帛琉 二三月都有四個航班 已經規劃飛到六月 但隨著帛琉疫情越來越嚴重 難道旅遊泡泡 不會做任何改變嗎 從一月二十二號 有第一班從帛琉要來的 所有的人入境之後 當然入境的時候要做PCR 然後要到集中檢疫所 指揮中心強調從二十二號起 帛琉入境檢疫措施 改成五天集中檢疫 加上九天加強自主管理 為了帛琉當地疫情持續升溫 不排除取消旅遊泡泡 記者謝謝尊重陳嘉倫 臺北採訪報導 照片 osando於 Jared 準備運気 餐廳 翻譯 支援 미